瑞翔乡公所打造竹塘公园 今年获得了交通部观光局 花东重管处协助在改善升级 但是因为施工作业的考量 将工区周围农地作物果树都拔除毁损 经农民向向代表林玉芬陈勤会刊后 乡公所也在今天下午进行了现场会刊确认 同时也当场提供了地上务补偿金给农民 完成第一次会刊后 针对瑞翔泡脚池应进行改善工程 而拔除毁坏农作果树的问题 相公所今天上午再度会同向代表林玉芬 以及地主农民到场会刊 同时也向地主农民说明相关补偿 茶菇以及金额 这三年 这里有写后 就用这个基金来 然后跟爸爸的另一边 这里有一个冰岩一年生 然后一颗两到三年生 一颗 有两颗小颗的 那颗小颗的因为是一年生的 那边有一个最小颗的那颗 然后另外一颗是四到 我们看起来是四到六年生的 那也是依照这个标准 外省政府的地商物补偿的标准 来给大家 若是相公所今年获得 观光局华东重管处协助支持 进行瑞祥煮汤公园 公共设施升级改善 但也因为施工作业的考量 将工区周围农地作物果树拔除毁损 经地主和农民向相代表林玉芬 陈勤也获得相公所正面回应 下午当场发给地商物补偿金之外 乡长陈金光也亲自说明 后续的工程进度 然后希望透过大家互动 然后共同合作 把这个温泉景能够顺利的来完成 那重管处现在已经在施工中 那希望他们完成的时候 我们的水也能够顺利的来 完成这项工程 除了观光局华东重管处 三千多万元的改善工程 乡长陈金光指出 乡公所所规划的 早景自取温泉水源头的工程 也同步推动进行 希望这两项工程都能同步完成 让瑞税足塘公园2.0升级版 设施服务都能同步到位 记者11月蓝瑞税采访报道